大家好我是刘师傅 我现在来到了乌鲁木齐的东风本田4S店 陪我的弟弟提车 上一个视频已经说了 就是他订车将近一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想要的颜色 和想要的配置很难买 他本来想要的是一个灰色的手动档 等了将近快一年都没有生产出来 然后最后就妥协了 然后就是现在咱们过来提白色手动档 春过年开新车 啊对趁过年开新车 然后那么我们就Let's go 我们现在进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放车的库房 全是新车 好先洗个车洗干净 然后我们现在去办手续 设价的话刷12万6千9 设价 我们这边交钱 交钱了啊刷卡交钱 现在办了一个保险 买了6千9的保险 现在办个林盘 好了现在是装修环节 再加上一些护板 然后检验一下我们就可以开走了 新车看一下这个底盘 这个思域还是一个国6的啊 手动国6的 这是原厂的护板 然后这是送的金属护板 我们等了将近两个小时吧 终于轮到我们了 这个提车还是有点慢 接下来是交车环节 好了这个车算是提好了 不知道大家听过一句话没有 就是思域这个车吧 网上有很多这种 迷人迷言 比方说秒天秒地秒空气 或者是思域不改 不如推下大海 啊现在我们就可以开上走了 好了提车 提车成功 我们就走了 提车成功 现在我们要开上去加油了 试驾一下思域 手动六速啊 手动六速啊 对手动六速 哎这手感不错 好我们现在开上思域 去加油啊 我试一下这个手动挡思域 开起来怎么样 因为我也算是这个 资深的本田手动挡用户 所以就我开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能说点啥 首先就是这个离合啊 离合的脚感 就是是一贯的本田的这个感觉 就是很轻 然后结合点也非常好掌握 跟我那辆GK5很像 就是这个换挡行程 我觉得稍微有点长 反正我觉得跟飞度开起来 就脚感和挂挡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差不多 这台是个1.5T啊 就带涡轮的 然后至于加速开起来怎么样 待会我 待会我们开一开再说 开起来还是非常的好开 啊再说一下 就因为我那辆GK5是5档 这台车是个6档 我觉得本田的这个6档变速箱 就是倒档5档跟6档 这三个档之间 不是很好切换 不好这个位置有点不太好掌握 需要适应一阵子 不像有些车 就是像通用的车 是有一个手提的 对有个手提的机关 就是你把它提起来 然后一挂就是倒档 或者说是那个大众 是按下去往前挂 是倒档 这个不是 这个你得找位置 也可能我还没有发现 这个它的这个机关所在 香啊 新车 香 你看我们车里面 那个塑料袋 然后这些都还在呢 新车 香 还有这个 看一下这个 油耗的标识 好 我们的提车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